第三,请问过世者在什么情况之下,火化了会有舍利子,不信宗教,但校养父母,心底善良者,是否也会有舍利子? 舍利子是一种感应,大多数还是修行的功夫,心底亲近才有。 一般讲的时候,有一点定功,就会有这种现象,所以它是一个修行,也是一个做证明,有很好,没有也不要放在心上,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真正修行功夫重要,不要受这些东西的干扰, 因为现在这个舍利有假的,我看过很多,这个舍利子很好看,你用手轻心阴裂就破了,那是假的,那是什么? 真的舍利,铁锤敲都敲不碎的,那是真的,我早年就是1977年在香港,他们告诉我,谭虚法斯的舍利,谭虚法斯火化有舍利, 那是英国人,同志香港,英国人就拿出实验,拿铁锤敲,真的,铁锤里面敲,敲挖了,舍利还是侮辱不动,他们就服了,这是真的,一点不假。 所以凡是你看的设计,你用手一清醒一干的破了,假的,不是真的。